福茂执行长赵安吉 安吉拉赵 开车离路自家池塘死因出炉 根据华尔街日报 赵安吉在2月9号邀请哈佛朋友到德州自家庄园 计划隔天星期六在九百一亩的庄园庆祝农历新年 当天晚上约11点半 赵安吉驾着Tesla XSUV回到主屋 这个距离约4分钟 赵安吉在进行三点式掉头 三点时打电话一个在庄园的朋友 他把车档放在倒车档 根据友人这是赵安吉之前 在使用特斯拉变速档时犯过的错误 结果汽车向后冲翻过路提掉进池塘里 由于下沉速度太快 亲朋好友救援人员花了很长的时间 企图打破窗户将他救出来 不过赵安吉的生命最终消逝在亲友的面前 而当时他的先生在杜拜开会 由于车子掉到水中或是被涂来的大水淹没 专家表示驾驶有一分钟自救的时间 但是对像Tesla这样的新车 车主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 在车子被淹没时摇下车窗 不论是什么车 驾驶人必须要很镇静才能够自救 车子被淹没时达到水中 车子被淹没了 这次迹没时达到水中